这是大斌见过最恶心的炮尸现场 一具男尸被残忍地扔进了下水道 大斌下去查看 里面简直是臭气熏天 熏得他直接扶着路边的树 吐了个昏天暗地 警方将尸体运出来后 法医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确定死者年龄大概在四十多岁 死亡时间应该在半年前 据永哥了解 发现尸体的是几个市政的工人 今天早上他们本来要下井检查管道 没想到一进去 竟然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男尸 吓得他们立刻就报了警 打病之后在检查尸体时 发现他身上有一个工作证 根据这个证件 警方得知死者名叫王强 不是本地人 之前在一家装修公司工作 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 于是警方便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警员们调查了王强的个人信息 发现他老家那边的警方 竟然也在寻找他 听那边警方说 王强的妻子和儿子在半年前也死了 而且还是被烧死的 难不成是王强杀害的妻儿 怕被抓到 所以才外逃了 可他又是怎么死的呢 带着这个疑惑 警方很快找到了王强 在本市的出租屋 永哥踹门而入 发现桌子上的灰尘 厚着简直可以烙饼了 据房东大妈称 这个住户半年前 就不怎么回来了 水电费也不交 但是租期没到 他也没敢租给别人 所以就一直空着 季杰认为 现在要想知道 王强到底是不是杀害妻儿的凶手 就要看王强的死 和他妻儿被烧死这两个案子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为了尽快找到线索 警员便对王强的邻居进行了走访 从他们那里得知 王强平时不爱说话 基本不和邻居们打交道 所以他们也不太了解 王强的情况 而永哥从王强老家那边了解到 王强是独自一人 在这里打工的 只有逢年过节 才会老家看看妻儿 此外他还有一个小舅子 名叫冯丽 之前他还把冯丽 带到他的装修队打过工 但后来冯丽嫌工作辛苦 所以半年前 他就辞职回老家了 冯丽辞职的时间 与王强遇害的时间非常吻合 看来这个冯丽很有嫌疑 正巧此时 法医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根据事件 王强是在今年1月15日 到1月17日之间死的 而巧的是 王强老家的那场大火 就是1月17日发生的 因此可以肯定 王强并不是杀害妻儿的凶手 难不成这是灭门案 那么匆忙逃走的冯丽 就有了很大的嫌疑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勇哥立刻去王强老家进行调查 却发现冯丽早就已经搬家了 本以为找不到人了 没想到勇哥在询问冯丽的 一个老乡时 那人不小心说漏了嘴 称冯丽其实就在 不远处的一个工地里打工 勇哥将这个消息 通知给季节后 立刻赶了过去 而季节担心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于是也匆忙带着大兵赶了过去 勇哥到工地后 立刻找到了经理 经理称冯丽还在宿舍睡觉 为了尽快抓到冯丽 经理便立刻带着大兵 找到了冯丽的宿舍 可到门口却发现 冯丽竟然锁上了门 勇哥觉得不对劲 透过一旁的窗户一看 有个男人从后面的窗户挑了出去 勇哥立刻带着当地警员去追 正巧此时 季节带着大兵及时赶到 抓住了这个男人 经审问得知 这个男人就是冯丽 审讯室里面对警方的审问 冯丽非常爽快地承认了 他姐夫王强就是他杀的 他杀完人之后 就直接把尸体扔进路边的井里了 他说的这些警方基本已经猜到了 而就在这时 冯丽突然冲勇哥笑了一下 接着便笑嘻嘻地称 他无走位的态度 让勇哥瞬间变怒了 幸好季节经验丰富 没有被冯丽气得失去冷静 他压着火器继续询问冯丽 杀害王强那天是周急 为什么要去他家 冯丽破罐子破摔 他称那天应该是个礼拜天 而他去找王强 其实就是为了借钱 但那天王强却没在家 他正准备离开 就看见桌上有七十块钱 不拿白不拿 他抓了钱就想跑 可没想到此时王强恰好回来 一看见他 王强便破口大骂 他也恼了 心仇家旧恨 拿起桌上的绳子 就勒到了他脖子上 当时王强挣扎得厉害 可他看着却十分解气 因为之前他姐姐交代王强 好好照顾他 可没想到王强把他带出来后 就直接把他扔进了装修队 给他发的工资和其他员工一样 都是一千多块 那儿哪儿够花呀 他是王强的小舅子 王强怎么能这么对他 后来他想住进王强家里 可王强却嫌弃他臭 把他赶了出去 他那个时候就恨上了王强 而他杀了王强之后 直接用箱子把尸体运出去 扔进了下水道里 顺道还把绳子和箱子都烧毁了 之后他便立刻收拾东西 回了老家 他姐姐知道 他和王强是一起去的城里 现在王强死了 姐姐肯定会怀疑他 所以他直接一把火 把姐姐和外甥烧死了 其实刚开始 他也对姐姐下不去手 所以买了煤油之后 在姐姐家门口猫了一晚上 直到快天亮 他想着如果不杀了他们母子俩 那进监狱的可就是他了 所以他就一不做二不休 点起了火 这冯丽可真是丧心病狂 他和他姐姐从小失去父母 使他姐姐亲手把他拉扯大 到如今他竟然为了那七十块 狠心将他一家三口害死 实在是可恨至极 他的话把永哥气得不行 可面对永哥的怒气 冯丽还是一脸的无所谓 他竟然还舔着脸皮说 他已经老实交代了 警方应该对他宽大处理 他的话让其他几名审讯的警官也怒了 眼看也没什么可问的了 既然便怒气冲冲的出了审讯室 大兵和永哥便摔了手中的笔鲁板子 俩人想不明白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狠毒的人 要是法律允许 现在就想把冯丽的嘴撕烂 看他这么生气 一旁的季节只能劝得萧萧火 现在关键的是找到证据 让证据链闭合 这样才能把冯丽这个丧心病狂的人 绳之以法 季节交代大兵 尽快去找那场大火的目击证人 但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要找到简直是难如登天 不过再难也要找 季节正准备去王强老家寻找线索 没想到却突然接到大兵的电话 称冯丽竟然翻供了 这冯丽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季节立刻回到警局 审讯室里 意外之前什么都承认的态度 冯丽坚称自己没有杀害姐姐一家三口 并且在季节审问她时 还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季节非常生气 可她拒不配合 警方也没有办法 无奈便只能结束审讯 回到办公室 几位警员都气得不行 办案这么多年 还从没遇见过这么无耻的嫌疑人 永哥气得牙都疼了 还是季节冷静 他压着火气称 现在要想定冯丽的罪 必须要找到类似王强的绳子 以及装尸体的箱子 可现在冯丽什么都不肯说 警方根本无从寻找 永哥不信邪 冯丽这么气人 他一定要将这绳之以法 这边警员正在加紧寻找线索 老郑却将季节叫进了办公室 称着冯丽竟然再次翻供了 这次不仅翻供了 还告了季节一个驱打成招的罪名 听了这话 季节简直是要气死 他咬牙切齿地说 这个冯丽一把火不仅烧死了姐姐和外甥 还连带着周围几座房子也遭了殃 气暑下来 这场大火总共烧鬼的四户房子 还导致九个人终生残废 本来就穷着村子 这下连人都活不下去了 看季节这么生气 老郑本来想劝他两句 但季节已经被气蒙了 自己发泄完 便拿着笔录本气冲冲地走了 刚回到办公室 便得知大斌永哥两人 已经冲去了审讯室 季节也急匆匆地追了过去 进去就看见大斌和王勇 捏着冯丽的脸 季节立马冲进去 拉开了两人 他也生气 但刑讯逼供可是不对的 他只能耐着性子 再次询问冯丽 可没想到冯丽 竟然再次犯供了 称他根本没有杀害姐姐一家 当初按着手印盖的章 全都是警员们逼他的 而他说的作案过程 也都是瞎编的 这话听着永哥火冒三丈 当场就想冲上去抽他 幸好被季节及时拦住了 可这是冯丽 看到永哥的动作 竟然大喊着打人了打人了 这冯丽可真是厚脸皮啊 记得永哥冲到他面前 对着他坐椅的扶手就是两拳 不能打人 还不能出出气了 但冯丽看着永哥想打他 又不能动手的样子 竟然开始哈哈大笑 这人脑子怕不是有问题 老郑得着冯丽又翻供了 也很无奈 就算警方已经认定冯丽就是凶手 可现在只有他的口供 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也是白搭 时间一到 警方还是只能放人 难不成就真的找不到证据了吗 此时大悲和永哥也苦恼不已 他们都不甘心把冯丽这个杀人恶魔 就这样放走 可现在又确实找不到证据 无可奈何之下 季节决定让大宾再跑一次冯丽的老家 调查纵合案的所有细节 既然依照现在的线索找不到证据 说不定能从纵合案中 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呢 而他则是和永哥 打算去将这起案件的所有细节 都捋一遍 可就算是这样双管齐下的侦查 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正在几人为案件头疼时 佟林这边得到领导的指示 因冯丽案件证据的不足 领导要求放了冯丽 不过为了约束他 对他进行了取保候审 这个结果让几位刑警都无法接受 可不接受又能怎样 现在法律实行无罪推定 只要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就不能定罪 宁可错放 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无奈之下 季节当人只能放了冯丽 可这个结果让永哥十分难受 他想到冯丽的姐姐 辛辛苦苦地把他养大 最后竟然被这个亲手养大的弟弟 活活烧死 就觉得很难受 因为他也有过这种经历 他父亲早逝 母亲为了养大他 受了很多的苦 他了解一个女人 把一个孩子养大有多辛苦 所以就更无法接受冯丽的行为 就在永哥因为没有找到线索 定冯丽的罪而怒摔杯子时 老郑突然进了办公室 呈领导通过对冯丽案的部分证据 进行研究 决定再对冯丽 进行12小时的拘留审查 不过他要求警员们 尽快完善证据链 听到这个消息 刚刚还一脸愤怒的警员们 瞬间松了口气 为了尽快找到证据 老郑命童林立刻带着冯丽 去他老家指认纵火现场 可没想到 大兵纪人开车 刚到冯丽老家的村口 却看见一群村民 拿着锄头铁锹 气势汹汹地都在村口 这场景下的冯丽 连话都不敢说了 童林看到这场景也有些懵 幸好当地派出所的警员也在现场 他下车后 便和一位自称叫麦田的副所长握了握手 据他称 这些站在村口的人 全都是火灾受害者的金属 他们本来没把冯丽要回来的事告诉他们 但村民们看警员们都处在这里 便大概猜到了 所以便纠集了一群人堵在这里 想教训冯丽一顿 眼看村民们寸步不让 童林只能选择退步 他打算先去镇上吃个饭 等村民情绪平静下来 再带冯丽来指认现场 听到童林的打算 冯丽可算是松了口气 一旁的勇哥看不得他这个样子 怒气冲冲的吼了他一顿 没多久 几人便到了镇上的饭店 吃完饭后 等童林结完账 几人便再次去了冯丽的老家双沟村 幸好村民们作息比较规律 天一黑都锁门回家睡觉了 所以童林几人才能顺利的进了村子 到了冯丽姐姐家被烧毁的房屋废墟时 冯丽倒是有些害怕了 看来他对于纵火杀害亲姐姐 也并不是无动于衷 童林认为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能撬开冯丽嘴的机会 于是他炸了冯丽一下 称其实有人在案发那天 曾看到他提着煤油桶来这里 听到这话 冯丽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原来永哥之前来这里调查送火案时 就发现这个村子里 只有村口这家小卖部有卖煤油 而案发后 老板因为受了惊吓 没多久便得了疾病死了 童林推测 冯丽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的翻供 就是因为他知道老板已经死了 没有人能证明他来这里买过没有 可他不知道老板卖东西都会留着收据 所以童林一来就先独自过来搜查了小卖部 果然找到了那本记录冯丽卖煤油的收据 因为老板不知道冯丽叫什么 所以在收据上写了冯霜的弟弟 这下物证也齐了 冯丽已经无法狡辩 童林等人立刻将他塞回车上 正准备回警局 麦田过来说 要带童林和警员绍成去看看小卖部老板的家属 于是童林便将大斌和勇哥留下看着冯丽 可没想到过了好一会儿 童林也没回来 正在两人等着不耐烦时 一群拿着铁锹和锄头的村民涌了过来 勇哥正要通知童林 没想到村民们直接一拥而上 打伤了勇哥 就在此时 童林几人正好赶了回来 及时阻止了这场闹剧 可没想到童林拉开车门 却发现冯丽竟然跑了 一群人立刻奋斗去找 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于是麦田便提议 让村里的青壮年将通往村外的路全部堵上 这样一来 就算找不到冯丽 但他也绝不可能出了去 后半夜几人在村里找了好几圈 都没发现冯丽 不过此时邵成却发现了不对劲 他和大斌在村里转了几圈 却没和麦田碰上 按理来说 麦田也正带着警员在村里巡逻 怎么会一次都没碰上呢 邵成决定去村后面的那块空地上看看 没想到他刚过去 便看见麦田鬼鬼祟祟的 往不远处的坟头跑 邵成感觉不对劲 便立刻跟了上去 没想到一转眼 竟看见冯丽和麦田在说话 那两人情绪都很激动 所以根本没发现近在咫尺的邵成 从他们的对话中 邵成得知 原来冯丽跑到这里 就是为了挖他之前藏起来的油桶 而麦田其实也早就知道 冯丽将油桶藏在了这里 他之所以现在才动手 其实就是为了让冯丽 变成名副其实的逃犯 而昨晚那些村民 其实就是他叫来的 为的就是趁乱让冯丽逃跑 之后他再找机会 直接一枪打死他 为自己在纵火暗中 死去的亲人报仇 眼看麦田即将犯下大错 少城立刻冲过去阻止他 他不想看到一个优秀的警员 就这样葬送了自己的大后前程 正在他苦口婆心的 劝说麦田时 同龄及时带人砍过来 控制住了局面 眼看计划已经失败 麦田也只能做罢 而紧接着 警员便将冯丽带回了警局 麦田也做出了深刻检讨 以暴制暴并不是正义 如果每个人 在遇到暴力的时候 都采用这种方式 那社会岂不是乱了套 在现实社会中 只有维护法律 才能得到正义 而冯丽 也终将为他的罪恶 付出应有的代价 不贵 不贵 我 不贵